梅雨季结束了 这时候的人王山是一片翠绿 虽然是单色的水墨画 但却是韩国美术史上的最高杰作 其立体感和色泽感 绝不亚于欧洲的印象派作品 韩国三国时代制作的涂偶装饰碗店 还有那幅一条蛇在拼命追赶青蛙图画 活生生的景象让人忘却 这是1500多年前的作品 就在今天也难以模仿的朝鲜王朝时期的纯白色 碗底仍清晰可见 是由宫殿或官厅负责管理的标志 留白则使用了幽静的青华色 李仲谢的牛画为其代表作品 这幅牛画的背景是红色 那头黄牛摇头踢腿浑身势力 似乎连黄牛的鼻息都能感受到 而画了全身的一头白牛则是老实持重 象征着朝鲜王朝时代的民众 在李健熙捐赠的23000余件作品中 此次对外公开了其中的135件 包括625寒战时期避难的画家张旭震 特别珍惜的富有感情的作品 以及解放后将风景融入抽象美术作品的 金换鸡的部分未公开油画等 国立中央博物馆将截至9月26日 国立现代美术馆将截至明年3月13日 展出李健熙收藏品 参观者需事先进行预约